弟兄姊妹,早上起来我们唱唱爱主的诗歌 我们的赞美向着神耳去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人就被拔起来 我们这个人就拔到最高点 早上起来唱唱,主啊我爱你 噢耶稣我胜爱你 我以活着,我好让你失忆 不用总的会不会唱这首诗歌 我们应该都可以背唱这首诗歌 早上起来你唱一下这首诗歌 向主赞美赞美 又发现我们这个人啊,赞美就拔到最高点 就没你主日波饼机会的这个赞美还要高 没你主日机会的唱诗还要高 弟兄姊妹,早上起来啊 第二就是我们要赞美和歌唱 第三呢,早上起来我们还可以读圣经 当早上起来这个读圣经啊 我不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读得懂 读得懂不是早上读圣经的重点 早上你要学来道读 导读 你要导读主的话 虽然可能你不懂那一节圣经没有关系 当你导读导读 你就把那个话吃进来 你就成为你这一天的供应 譬如说这个神爱四人 噢神爱四人 就是没得会导读吗 早上要多导读主的话 噢神爱四人 噢神 哇感谢你你是神 噢耶稣我是四人 谢谢你爱四人 噢耶稣 赞美你爱我 噢谢谢你爱我 你这样导读导读 就发现你这个人就醒起来了 阿们 就发现你这个人就要从神得到共义 阿们 早上起来啊 这个读圣经重在导读 所以他这边就说到 在早上啊 不要 不要 不是要读很长的圣经 要在神面前把圣经打开 仔细地读一小段就可以了 把你与神的交通和读圣经 调在一起 阿们 交通和读圣经调在一起 什么意思 就是导读啊 是 你不要分阶段 不要说 这个我早上 这个起来我就 呼求主五分钟 然后接下来 唱诗十分钟 导读二十分钟 这个导读的时候 我不能呼求 导读说我不能唱诗 没有 不一定 第二准备 这个 你的呼求 你的唱诗 你的导读 你的导读 可以调在一起 真的很享受 怎么说呢 我示范给你准备他 再提高那个神爱世人 噢耶稣 神爱世人 噢耶稣 谢谢你 爱世人 这个 呼求跟导读就调在一起了 你没有感觉就继续导读 主啊 感谢你 噢神爱世人 对 主啊 爱我 主啊 我要爱你 噢耶稣 我要向你的爱友回应 耶稣 我爱你 噢想到就可以开始唱 主啊 主啊 我爱你 我实在 神爱你 欸 你就觉得你的诚心非常的享受 对 导读导读 再呼求呼求 导读导读 再祷告 是 导读导读 再唱唱诗歌 哇 你就觉得这一天这个诚心啊 忙了动力 对 你就觉得啊 就算不是那么爱主 接着这样诚心啊 就觉得哇好像我们爱主 嗯 当然不是好像啊 的确就是我们越诚心 越跟主说 主啊我爱主 这个爱啊就在我们里面兴起 是 好不好呢 这四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在诚心的时候呢 就可以挑战一起的 来享受主 耶稣 重在我们能够把主吃进来 耶稣 重在我们早上能够得不心 耶稣 早起啊 就重在诚心 重在那个心 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五跟六呢 就是一个人清早的时候呢 在神面前 有没有这样做 必定会从他那一天的生活 里显明出来 是 他一天属灵的情形如何 就是看他那一天 早起在神面前 有没有吃饱 许多人在整天中不行 就是因为在早起不行 我在说 这一天如果不行啊 就是沉浸不行 你最近会觉得生活过得非常软弱 是不是 觉得空空的 没有满足感 就是没有起来诚心 你诚心你就会觉得 你这一天的生活 过得非常的充实 因为有主作我们的共益 怎么说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 呃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这个 钢琴家 这个音乐家 他自己就说到 他一天不练琴啊 他自己知道 一天没有练琴他是知道的 两天没有练琴啊 他的家人知道 他两天没有练琴了 这个他上天没有练琴啊 他的朋友 左连右舍也知道 他这个人上天没有练琴了 但如果他七天没有练琴啊 就连他的光众 他的听众都知道 他七天没有练琴了 那我们今天 在神面前也是一样 哇 这个我们容易发脾气 这个家人就知道 你跟祖的光众都争取了 对 那我们里面 如果觉得没有供应 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提醒自己 哇 我曾经没有享受了 我没有起来诚信 这个清楚 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柳子妹 这件事情 柳子妹我们里面 都有属灵的生命 我们失去了供应 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早上没有起来诚信 早上没有享受 就影响到 这一天甚至我们 这一周的生活 哇 那好 好 所以呢 初心的人 从起头就得 演一演的约束自己 每天清早起来 在神面前 要有这些学习 哇 那好 初心的 对不对 这个是初心 初心造就聚会 阿们 初心的 就要在这件事情上 演一演的约束自己 对柳子妹 如果你这样的要求自己 你就会发现 你这一生 你的生活 要得到莫大的帮助 是 要得到莫大的共益 好 接下来就告诉 对柳子妹 怎么实行啦 对对 大家觉得标准很高 呵呵 早晨要多早起来呢 要早起啊 第一很重要 要早睡 真的对柳子妹 我超约到现在啊 真的 昨天晚上啊 我做这片星期啊 做到十二点 我就发现 今天早上就没有办法 很早起来 真的 要早起 要早睡 不然我们就会像蜡烛这样 头烧 到时候啊 这个人一定不行 要早起 就一定要早睡 早睡 多早睡呢 就准备 我们自己很清楚 多早睡 就看我们要多早起来 对不对 你十点睡 大概五点 四五点 就可以起来了 真的 你十一点睡 大概就是五六点 就可以起来了 为什么呢 等一下就会说到 第二呢 你要达到可以早起啊 就标准不要定得太高 到底你这一个人 要按照身体的需要 和环境的需要 最好是什么时候起来 才算合适 你应当在神面前 好好的考虑过 再规定一个标准 然后好好遵守 那个时间 你在神面前 需要定一个时间 什么样的标准 因为有的人 真的 这不能说的太绝对 那有的人 他的身体 他是一个病人 对不对呢 他就不能够太早起来 譬如说 这个 有的人他肝不好 对不对呢 他就不能太早起来 他就需要 这个多休息一点 就要他这个病人 的恢复 当然 像幼子妹 我们需要到主面前 就着我们健康的情形 在主面前 尋求一个 好好的考虑过 考虑一个标准 但标准不要定得太高 比如说 好 今天听的这个信息太好了 我们一早上要三点起来 没有太高的标准了 或者呢 这个 就定一个标准 好 我明天四点起来 这个标准也稍微高了一点 这个 或者定说 五点起来 在今天台北的生活来说 不太容易 但幼子妹 我们至少可以定六点起来 对不对 六点起来 我们就可以在神秘前 有一些祷告 或者呢 六姊妹 这个 也没有办法定得这么绝对 譬如说 你是一个 平常七点才起来的人 那一下子 要你六点起来 好像不太容易 但没有关系 你就慢慢的调 明天你闹钟调这个 6点50分 这个呢 过一周后 你再调6点40分 这个呢 再过一周后 调6点30分 慢慢的你就觉得这个人 你的生活就可以越调到 越早起